欢迎来到李丁聊天室 我是李丁 一名计算机研究员 李丁聊天室是我主持并制作的一款播客节目 我会聊关于职业 成长 投资 和其他任何我感兴趣的话题 在这期节目里 我和ToBe 笔图科技的陈然 聊了中美公司职场上沟通的差别 陈然分享了他很多的经验和tips 语言方面 我们聊到了如何运用三明治沟通法 去舒舒服服的表示否定 为什么说英文当中很多的问题 其实都是歧视句 如何应对北美职场中 褒义词语的通货膨胀 我们也讨论到了 中美文化差异得来的一些误区 你该向你的manager 直接了断地提出 升职加薪的要求吗 你在和你同事oneonone的时候 怎么更加高效地沟通 希望这期节目可以帮助到 在学校和职场里的你 如果你有问题 欢迎留言 如果你有兴趣来上节目 分享你的个人经历 欢迎联系我 联系方式在下方收 note 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李丁聊天室 今天我们请到了 在ToBe工作的 陈然 陈然你好 李丁你好 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很有意思 是中美公司之间的一些沟通方面的差异 这就包括了语言文化和其他的一些各种原因带来的 然后今天很高兴能跟你聊一聊这个话题 是的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话题 我们在工作中也经常会感受到大家对这个问题的困惑 其实是最多的 所以今天很开心的跟大家分享我的一些感受和见解吧 对能先跟大家讲一讲为什么你特别适合来聊这个话题的呢 好的好的好的 对首先也简单做个自我介绍 我叫陈然 现在在ToBe的旧金山总部工作 那我们ToBe是美国最大的免费流媒体平台之一 它就像免费版Netflix 然后我们靠广告赚钱 我们的工程师团队大概200个人遍布全球 虽然我们总部在旧金山 但是我们在北京也有办公室 而且其实是一个挺大的办公室 现在大概有接近100个人 那因为我是相对比较早期加入的这个团队 帮助北京办公室从非常少的人开始慢慢招到现在近100个人 那我们也一直帮助不熟悉美国文化的同事 能够跟这边更好的合作 然后给大家提供一些培训 那我们也观察到了一些常见的语言和文化上的一些差异 然后会经常对针对性的对于这种差异 给大家做一些分享 帮助大家更好的融入这种工作的状态 所以说这也是今天总结了一些 在这里跟大家能够分享 对挺好的挺好的 然后我忘记是之前读你的一篇知乎上的博客 还是还是在别的地方看到了 我听看到说2B是一个双总部的公司 还是这个是真的还是我记错了吗 对并不能叫双总部吧 只是说我们的工程师团队在北京和旧金山的团队的规模几乎是一样的 对所以说我们很多工程师团队在两边基本上是一样的数量的同学 对所以说感觉上对吧 两边很多项目可能是有些项目是北京在主导 有些项目可能是旧金山在主导 对所以就是两边一个一块合作 一块非常平等合作的一个状态 OK了解了解 对你刚才提到说你们公司在一个刚好有北京office和旧金山的办公室两个之间肯定有很多各种方面的交流 然后你体会到的一些节点大概有哪些呢 是的是的是的那嗯就先从这个最简单的就是语言本身来说起其实嗯大家入职嘛在北京可能就看to be就是个外企对吧 那可能大家有个印象就是我去外企啊英语得非常好对吧 所以基本上来到外企的同学啊总体来讲啊英语都是比如过了四级过六级对吧都有一定水平的那对于基本的英语听啊听懂是没问题的啊表达把自己的一些汉语想的意思直接给啊变化成英语给表达出来一般也是没有问题的对吧啊所以说就感觉是哎我可以进行简单的工作上的沟通这个是很好的状态 但是实际上嗯还远远不够对吧因为职场的英文有很多特殊的表达那光光仅仅是你把中文翻译成汉语是完全不够的所以呃其实今天可能很和大家分享很多就是呃英语中呃一些特殊的一些表达对 对呃那先先退一步讲就是呃这种表达这种所谓的就是呃有时候很难分享是因为每个人的经历不一样的 感受不一样那有些同学说哎我在这里工作过我的感觉不一样对吧那呃这个也很正常对啊毕竟每个人经历不一样那 首先讲这个英语和汉语的这些不同它其实并不是说嗯它本质上英语和汉语有什么不一样并不是这样子而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英文的沟通和中文的沟通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那比如说我们在中文的职场沟通里面 会非常讲究效率那结果就是我们会非常直白的去表示一些东西比如说今天你去做什么明天你做什么这个东西做的不好啊我们应该怎么怎么做对吧大家会非常更直白的追究效率来表达一些东西那英文的表达他往往不是这样子他他他他很多时候他会希望你能舒适 所以说他的表达往往非常婉转那那这个时候就是对于一个中文直接翻译想来进行沟通的同学来讲就是就就有时候很难理解对吧表达也让别人很难理解对 那这个背后的根本原因其实并不是说中英文有什么不同而是说我们这拨人在国内的一些工作环学习环境工作环境像一个大的过滤器一样 他过滤掉了很多跟我们背景不一样的人让我们接触的都是我们类似背景的人我们都可能受过一些高等教育都非常渴望把这件事做好啊之类之类那自然而然的我们说话就变成了一个以追求效率为先 的一种说话方式但是在美国这种工作环境会非常的不一样因为人和人的背景受过的教育对于职业生涯的选择对于工作的态度都非常非常不一样 那这个时候他们这种沟通技巧就变得格外的重要因为因为每个人对于你的话的理解和你的期望是不一样的对吧 那所以大家就默认的或者根据历史的这种不断的磨合产生了一种常见的沟通的方式对吧 那就像一种润滑油像一种文化一样能够把不同的人组装在一起一起向前去兼容一个思想也不同背景也不同任务也不同 也各个方面都不同的一种团队来一起往前进对吧 所以说这个是这种两种沟通的很本质的不一样 所以说有时候你如果拿中文讲对吧 你也能讲出这种英文的这种调识出来 这也是很常见的 本质目的就是说你是注重效率还是注重这种人民的感觉是这种舒适对吧 所以它就会很不一样 对我有两个这个comment想问你一下的 一个是你提到说美国这边可能很多背景都不一样 文化背景啊这个教育背景都不一样 所以导致了他这个可能沟通起来 追求的第一方面并不是效率 而是让人更舒服这样子的 然后国内可能大家背景比较单一化嘛 都是一样子教育啊一样的这样出来的 那你觉得这个是会随着国内的就是随着国内经济水平的发展啊 或者说社会的发展会改变吗 还是说目前还是这两条路还是不太不太会这个converge的啊 我觉得还是会改变吧 就某种程度上 当然这个可能跟那个职业本身也有关系 比如说当你去观察在国内那些需要跟不同的人打交道 比如说销售 汽车的销售 房地产的销售 对吧你会发现那些好的销售的人 他们说话的方式跟英文里面说话方式也很相似 因为他们的目的就是让你感到舒服 对吧 所以只要你是这种需要跟不同背景的人打交道的人慢慢的演化出来 他说话的这种方式都会变得很相似 了解了解 然后你刚才另外一个我想问的就是说你说在中文职场里面会讲究效率 可是就是对你感觉我感觉你用了这个这个叫说定语 就形容词特别准确是在中文职场 因为叫我们学的比如说以前的学的这种古文文言文里面 其实在传统的这种汉语里面 他其实也是很婉转的 就是对啊 就是是的 beating around the bush 反正就是把所有东西都讲一遍 他就不讲就不讲明明的这个说 是的 然后这跟你说的中文职场刚好是相反的 你觉得这个是为什么呢 我觉得我还是比较觉得这是类似于一种过滤器的这种状态吧 换句话说 其实在美国的职场里面 如果你周围的人非常熟 比如说你跟你的团队的老大 你的工程师的团队很小 比如三五个人相互都非常信任 对吧 那可能说话也非常直白 就不会有那种婉转的那种状态 比如说我要否定你的东西 我要考虑你的感觉啊 他可能不会这样子直接就说哎 我觉得你这个东西做的不行 对吧 或者说什么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这种信任程度 或者大家背景的这种相似性的一种状态 对 了解了解对那挺好的 那你接着讲我刚才有两个问题就问我 好呀好呀好呀对 那既然说到英文嘛 反正我们就是有几类英文的常见的情形嘛 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先讲其实大家 我觉得最容易入坑的一个一个剧就是否定剧 到底该怎么说 在英文在中文中大家可能会很容易的去说 比如说我觉得不行 对吧 我觉得这个方案不好 或者说我觉得 这个东西不怎么样 对吧 那大家很容易的就是说 我直接把这个词 一换成英文就是 I disagree with you 对吧 一张口就是 I disagree with you 对吧 那在英文里面就几乎是很少使用这种直接的否定句 几乎你见不到I disagree这种状态 因为他比较在乎人的感受嘛 当你说一个东西你直接就听到别人说否定你的时候 你可能会感觉我觉得很不舒服对吧 他很不喜欢这种状态对 所以说他会有一种另外一个说法 对 那很多同学没有意识到这些 刚刚入职 想表达自己的观点 一上来就是 我disagree这个 我disagree那个 对吧 那在别人同学看来就是 哇 这个 这来个老哥就是 这个火药桶吧 来怼天怼地那种感觉 是不是看我们 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 就是那种感觉 对 那其实这个人的初衷可能只是 我只是对吧 我只是就是论事 但是对吧 这就是英文和中文那种 表达不太一样的一个状态 对 那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怎么委婉 顾及感受的这样表达自己我不同意 对 这个有一个就是很经典的一个说法 叫做三明治沟通法 其实这个在中文里面也很出现 也经常出现 他就是跟三明治一样 把负相的东西藏在两个重相的东西之间 对吧 就正向负相正向 对吧 那其实我们中文中也有经常这种表达 就是说 比如说你向别人表白 别人拒绝你 说说你是一个好人 但是我们不合适 你一定会找到更好的 对吧 那当你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其实你是知道的 就是这句话的重点 不是说 哎呀 我是个好人 我好开心 对吧 也不是说 真是一个良好的祝愿 我一定会找到更好 对吧 你知道这句话的重点 就是想告诉你 我们不合适 对吧 这整个这句话 就是为了铺垫 这个负相的信息 对 所以说 在英文中也会这样的表达 当他试图去表达一个负相的信息的时候 这个东西越负相 他可能会把这个句子拉得越长 然后把那个负相的信息藏起来 对吧 比如说 你发表了一个观点 那这个人 有个不同的观点 他会怎么说 他说 他可能开始会先说正向的话 对吧 I really like the point Over what it looks really good to me However I have one small concern which is XYZ 对吧 Other than that I think everything looks perfect 对吧 所以你一听 这就是 他其实就说 他就想说 对吧 我们不合适 对吧 就是 他就想告诉你 我的concern 是这个东西 而且 其实是很大的 但是如果你不仔细听 你没有听过英文的这种表达 你会想 哇 他他在说 我的东西perfect 对吧 他非常喜欢我的 我的这个观点 对吧 但是其实这都不是重点 重点就是 他想告诉你 他不同意 对吧 他他有concern 你需要直面这个问题 来来回答他 对 这就是英文中非常常见的一种 表达负相的一种方式 对 你刚才说到这个负相 那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 也最近反正我也看过种书 包括网上一个很 很常见的一个建议 就是说 那你应该学会说no 不是什么 不是团队给你什么任务 你都要开心的说yes yes全给我 而是说有时候任务 可能真的不合适 你要说no 那这种情况下 怎么运用你的这个三明治沟通法 去跟你的老板说no I don't want to do this 对啊 对啊 就是 是这样 就是说 一样的 首先就是 你上来 记得要跨 要跨 就是 I think that's really a good idea I really want to work on that 对吧 然后 你先把这个项目 夸一半 到 however 对吧 my current priority is full 对吧 然后你要告诉他 我现在正在做ABCD now if you want to work on this I can work with my manager to update my priority 对吧 就是说要告诉他 这个事情 priority 不仅仅是我一个人 能够决定的 对吧 这要跟我的 manager 一块决定的 对吧 然后就说 OK I can put this on my priority list I'm going to work with my manager 对吧 to figure out how to work on it next 对吧 I'll keep you updated 对吧 那这个时候 你就告诉他说 OK 我会有这个priority 对吧 我会再这样一个事情 那基本上 如果说他是懂 这个英文的 这套那个的话 他就能明白 凡是没有说 我立刻要做的事情 都是我不一定会做的事情 对吧 那既然在priority list 那咱什么时候做 那就说不定了 对吧 所以这个时候 他就会明白 OK 那这个事情可能 你对吧 那你就看情况 对吧 那他 他为了以后让你做 他可能就会换个问题 问你 对吧 你这个priority 现在到什么程度了 能不能更高一些 之类的 对吧 那你就会 跟继续跟他说 OK 我会work 我会跟我的manager 一块 figure out 这个priority 对吧 那他就心领神会 对 所以说在刚才 你的这个例子里面的话 其实最关键的那句话 就是my priorities 对 这个是关键的 之前之后的 其实都是铺垫的而已 是这样子的 可以 可以 挺好的 挺好的 学到了 那继续说这个副相的词汇 就是 英文中就很有意思 他会在让人感觉好 对吧 他其实非常小 少用副相词汇的 你可以想一想 你在职场英文中 你几乎听不到 大家去用一个副相的词汇 所以 然后他也不喜欢 去表达一个副相的情绪 就 就会 就会导致一个问题 就是说当你 当我们在中文中去试图去表达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的时候 在英文的这个理解里面就变成了你是不是在抱怨这种状态 就比如说 你可能想跟你老板说 OK My work is very difficult 对吧 那你会去观察别人 很多人会说 My work is really challenging 对吧 他很少会去说一个副相 Difficult 他会找一个正向的词把它替代 对吧 然后他如果为了表达 It's really difficult 他可能会补上说 比如说 ETA It's two weeks 或It's four weeks 他会告诉你这件事 做完要很长 It's beyond our schedule 对吧 他会用一个客观的东西来说 这件事要做很长 而不是试图说 这件事很难 所以说 所以说他就会找一种不同的方向去描述这个事 那如果说一个人老是说 My work is really hard It's really difficult 在他看来可能是说 我只是客观描述 但在别人看来 因为这个不是一个常见的表达 别人更会觉得 你是不是在抱怨 你是不是没有能力做这件事情 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件事情 对吧 那这个在别人听起来 可能跟你当初的这个 这个期望 这个理解就不一样 对吧 那同样还有一些人 同学喜欢说 My English is poor 对吧 我的英语很糟糕 这个在别人看就很奇怪 就是说 就是为什么你要这么 没有自信 对吧 自怨自意那种感觉 就是 对吧 那 转换的说法 比如说 就是说 OK Have space to improve 对吧 就是说 很少人说自己哪里不够好的 而往往都会转一个方向说 我可以在哪里哪里提高 对吧 对 对 你提到这个 其实就是 就是Native Speaker 比较少用副相词汇 其实 大家如果在这边跟 比如说跟那个 房产经纪人沟通的时候 是的 他们房子 他们房子要降价了 他们一般不会说 有的人会说 但是有的比较狡猾的 经纪人会说 这个price improvement 而不会说price reduction 因为reduction 显得这个房子 好像是对吧 不够好 必须降价 他会说这个price improvement 其实他就在那 这个买家的角度说 你看这个价格 其实是提升了的 对吧 这个 这也是一个 这种比较小的 生活中的例子 对 然后对应的 就是因为他不常用 负向语气 那他一旦用了 其实就是语气 很重的一个事情 那比如说 比如说老板突然说 OK It's really bad to do something 比如说 to release a feature without notify the team 对吧 Please don't do that next time 那如果说你不懂 不理解的话 OK 中文直译过来 就是这么做不好 对吧 但是其实在英文里面 就有点那种 拍桌子那种感觉就是 你绝对不能这么做 对吧 再做就滚蛋那种感觉 其实很多人就 就没有意识到 这种负向语气 其实是一个非常糟糕的状态 因为他们不用 对吧 一用那就是真的很 很严重的状态 所以就要 就要多想一想 一旦看到这种状态 对 对 我感觉这个 这个的确在 在我日常的 这个工作中 比如说有时候 特别是带 带intern的时候 也会有这种感觉 就是 因为可能我在 本科之后 很多这种 职业的沟通 都是用英文的 所以说我可能会 习惯性的去 用英文 把它翻译成中文讲 特别是比如说 跟说汉语的 这个intern 来沟通的话 就会把它翻译成 就把这种很礼貌 把它翻译成中文 然后这样子 他有时候 有的 就不是每一个intern 他都会get到 他有的intern 他可能 他也是习惯英文 他就能理解到 背后的这个 这个语义 但有他就觉得 你用三明治的这种说法 或者说你用的这种 比较委婉的说法 他就觉得 那一切都很好 那我就接着 做我这个错误的道路 越走越远 所以这也是一个 大家在工作中 可以多想一下的 就是到底别人 说了这个话 不管它是中文 还是英文 他说这个话 背后的这个用意 是什么 可以多想一下 对 是这样子 对 然后如果有很有疑问 最好就是follow up 问一下 就是你可以问 就比如说你三明治 中间夹那个东西 Do you really mean this 对吧 如果就是你不说 你就问 反正如果说别人不是 就真的 It doesn't really matter It's just a minor thing 或者别人说 Yes Yes That's the important You really get it 对吧 那就行了 对 对 否定句是比较有意思 因为比较容易让人误解 所以是大家可能要关注的 对 然后下一个就是这种起始句 就是希望你干什么 在中文里面 就大家会很喜欢说 你去把什么做一下 你去今天把那个文件写了 今天把那个函数给实现了 对吧 你今天做个这个 在英文里面 对吧 他就又委婉起来了 对吧 他就会开始把一个东西变成一个很长的句子 比如变成一个疑问句 对吧 比如说 If you have time today Can you please take a look at how to implement a function 对吧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能不能去看一下怎么做这个东西 对吧 这个也是我们CTO会给人那么说的事情 对 那如果你不懂的话 你感觉 这好像是个疑问句吧 那是不是说 我要是没有时间 我就可以不做 对吧 可能有人就会这么习惯 但是其实它就对应的中文 就是一个切实句 对 就是你去把什么东西做 对吧 那你尽量的就是要去做 对吧 你要是不能做 你就得立刻说 说no 或者说我们来 align一下priority 对吧 那你要 对 所以说 很多人就觉得 这是一个疑问句 它不是一个疑问句 它其实就等下 中文一个其实句 那同样的时候 如果别人希望你帮一个忙 对吧 他可能也会套一个非常大的句子 就是比如说 You would be really great If you could help help me to do something 对吧 很少就说 哎 你来帮我看个东西 来帮我看个东西 他他会套一个非常长的句子 对吧 所以说 对 就是这也是一个更加委婉 更加礼貌的一种说法 对对对对 像你说这个就 can you please do something 这其实对 其实就是一个歧视句 只不过他将来 为了让听的人舒服一点 对 会把它包装起来 对 对對 对,那我们是有真实的案例,就是我们的CTO原来刚开始跟国内的同事说东西的时候,就是说这种很复杂的句子,就是if you have time,对吧,can you please do something,那个同学就会真的觉得说这是个疑问句,对吧,他可能会告诉no,I don't have time,那个我们的老板就非常的困惑,就是你是什么意思呢,对吧, 是为什么你要这么回答我,对吧,所以你要理解,对吧,这并不是一个普通的一个疑问句,对,那其实有个有意思点,就是后来我们的大老板,就是CTO,他慢慢理解了中文,中国人普遍对英文的理解,他反而就会根据不同的人直接说不同的说法了,跟很多人就说you go do something,对吧,你去做什么东西,对吧,直接用, Chinglish的说法让大家去做什么东西,有时候大家好理解,所以就也很有意思,对,对,然后再说到就是包一词就也很有意思,就是我管它叫做包一词的通货膨胀,因为所有的东西对吧,都变成正向的了,负向消失了, 那你为了表达一个正向的东西,你就得更夸张的去表达,对吧,比如说你说一个东西就是good,就是great,就是interesting,它本身是一个包一词,但是因为,对吧,通货膨胀了,所以它变成了一个中性词了,它只是表示听到了,它只是表示没有意见,对吧, 那真正的包一词就是要说一些叠加的多个包一词,比如说that's really amazing,that's excellent,that's perfect,甚至一堆负词的来叠加,所以,这就导致个问题,就是很多同学,中国同学,他不擅长用这种夸张方式来表示,对吧,别人说了一个东西,他就说,oh,good,对吧, 那在别人,在他看来是说,我确实称赞了,那在别人看来就是,这个人怎么,对吧,这么冷漠,是不是不喜欢我讲的东西,对吧,那你要理解,就是他这文化里面,这个已经通胀的非常厉害了,所以你也可以,大家也要多学习这种更夸张一点的一种表达方式,让别人意识到,你其实是很喜欢他说的东西的,对,对,我想补充一点,就是特别是interesting这个词也是,有很多层这种, 比较微妙的含义在里面,他很多情况下可以是一个这种,像你说的,比较中性的褒译,然后,但也有很多情况是那种,嗯,我想move on to the next topic,我觉得这个topic就是,就interesting,就是感觉那种,哈哈,就是我听,就是我听到了,但我并没有真的表扬他,对,就是,就是,就是,甚至有点点negative,就感觉这个,其实并不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呃,这种感觉,所以很多时候得结合语境,然后看对方的语气啊,什么的,这是,这可能在 现在这个video conferencing,我们现在都是天天都是用zoom啊,这种video conferencing可能比较,对,对我们这种non-native speaker可能更加难一点点的,但是我感觉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对,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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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我的感悟是,嗯,其实在很多开会,特别跨团队,开这种会的时候,嗯,如果你了解他们在说什么,你会觉得他们在打架,在打仗,就是上面针锋相对,你来我往相互指责,相互甩锅,但是如果你不懂的话,你就感觉,哇,他们今天开了一个,这个很好nice的会啊, 大家都心平气和,对吧,这说的话都很正向,感觉好像也没什么事,所以我有时候下,下面会给我们国内的同事会聊一下这个事情说,哎,你有没有听出来,对吧,今天,其实他们好几个组在打仗呢,这个说的话,还挺严重的,大家,然后跟大家解释一下,对吧,什么人是什么意思,国内的很多同学就那种感觉啊,哇,那完全没有意识到,对吧, 就感觉大家都开开心心的,一起把会开完了,对吧,就是一个很很很很成功的一个,喜庆的一个大会,所以这种,对,这种语言的不同,我想今天能给,想大家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关于语言上的一些,一些观察吧,对,那后面可以再讲讲文化上的一些观察,但是我们讲下去之前,李丁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嗯,这边其实移民越来越多嘛,就中国移民啊,有其他世界各地的移民啊, 什么的,所以很多时候并不是要追求没有口音,或者,我感觉口音这个事情是没有太大问题的,就是,对,it is who you are,对吧,这是你的identity的一部分,你得学会去,去,去,去跟他共存,然后,然后,相反的是,在具有自己口音的情况下,首先怎么把别人的话听懂,刚才今天我感觉,陈然你刚才讲的很多事情,就是,首先得把对方讲的话的那些微妙的意思,全都听懂了,对,然后之后呢,你再用类似的语言把它传达回去,然后这个传达过程中,你有口音啊,你有结拜啊, 这些都没有问题,但你只要把这个基本结构,基本架构,掌握好了的话,其实同事会特别喜欢跟你沟通,就我感觉我,见过了很多,不认识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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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D的学生,在开学术会议的时候也好呢,还是在工作中的这种同事也好,一般最,沟通最顺畅的,往往并不一定是英语最溜的那个外国人,而是,而是,像刚才说的,把这种各种,微妙信息都掌握的那种,那种外国人,对,对,这个我,我非常同意,就是,我,我有跟你类似的观察,就是, 因为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国家嘛,来自不同的地区,就是,口音其实千变万化,所以很多人其实都不一定完全相互听得懂彼此,在口音上面,但是这个其实不重要,关键的还是说,这种表达的方式,以及理解对方真正的意图,这个往往是这个沟通的关键,对,所以一定要去熟悉,他们常见的一些表达方式,并且会用他们常见表达方式把它表达出来, 让人能相互理解,这个是最重要的,可以,可以,对,行,那语言这部分聊到这里,然后接下来我看你也有一些关于文化方面差异的这种,呃,看法,对,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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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中美反正因为职场发展的很不一样,那美国的职场,呃,他成熟的职场年,时间更长嘛,所以他也会,呃,开发出一些,自己的一些,呃,一些一些范式也好,对吧,那国内的同学肯定来了,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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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一定会习惯, 那其实比较著名的,我们举个例子就是像Netflix,他自己写出来的,他叫所谓的一个呃,成年人,就是假设你一个,你是一个成年人为自己所有的行为负责,这样一种文化,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呃,比较典型的一种文化,那当然每个公司肯定都会不一样,这个是一定的,那我们就是举个例子,那,他,他可能是一个更常见的常态, 那这个潜台词就是说,呃,你是一个成年人,那,呃,我会假设你所有的行为,都是你主动的选择,你并且是已知结果的,那如果你不知道,你一定会问我,那你不问,就说明你知道,对吧,那所以我一定会追踪你的选择,那这个选择, 你的,他在老板看来,你的这种选择就会有很多种不同的选择,对吧,他也会尊重,你是想躺平,你是想不想干,你是想离开,你是想什么,他都会去尊重你,而不会去试图去,呃,不一定试图去改变,对吧,那对应的就是,呃,中国的很多同学会觉得说,OK,呃,我是来这里工作的,对吧,那老板有什么东西一定会告诉我,呃,要我做什么一定会告诉我,对吧,那我就听老板的就行了,我只要把自己的工作努力做, 做好,老板一切都看在眼里,对吧,我,我一切都是没问题的,对吧,那,那这就是有一个,呃,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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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gn的一个,一个状况,就是两边对于这个,这个,这个工作的理解不一样,对吧,那举一个最常见的问题,呃,这也是我们很多同学,最喜欢问的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美国的老板,啥都不跟我说呢,呵呵,就是,明明他对我的工作,对我的能力, 对我的presentation,对我的项目,对我的做的事情,都是有可以改进的建议的,他明明都知道,但是他为什么从来不总告诉我,对吧,那这就是很有意思一点,就是因为在老板看来,你一直在工作,你也从来没问过我,对吧,我觉得,你如果不知道,你肯定会问我的,你竟然不问我,那你可能就是不在乎,不想改进,对吧,那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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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当然要尊重你了,我要尊重你躺平的自由,我要尊重你不问的自由,对吧,你不一定想把工作做好,就是不,并不是每个人都想把工作做得最好,对吧,那我当然得尊重你这样一个自由,对吧,如果你想问我,你想变得更好,你肯定会来问我,对吧,所以这种情况下会导致,哎,这有一个这种mismatch,对吧,就这种不是很好的状态,对,所以这个是一个最常见,最常见一个问题我观察到的, 对,然后我可能想说就是,就是这个,嗯,一方面像你说的,是老板肯定想尊重你作为员工的一个选择,但同时也有一个另外一个可能也比较大的一个比重的因素就是老板他的确也挺忙的,他,他就最care你自己的人肯定是你自己了,是的,没有人比你更在乎你自己,那所以说你老板他可能只有,比如他有N个reports,那他可能只能花N分之一的时间在你身上,他可能并看不见你对职业的 他的期望,他看不见你对未来有多少的这种愿景,对吧,然后呢,所以说如果你不主动跟他说你有什么样想法,那他就很难去帮你去想,嗯,对啊,这,这其实跟你说这个选择应该是complement的,是的,是的,是的,多方因素导致的一个结果,是的,是的,这个我很同意,就是,嗯,因为某种程度上,就是在老板看来,就是他也是时间有限, 他也不是一个无限时间的,对吧,他并不有一个期望是说,他要去帮助每一个人,这个他也做不到,对吧,所以在他看来,那谁比较在乎自己的,谁需要帮助,去帮助哪个人,对吧,你不来问我,你好像过得还可以,那你就,对吧,过得还可以,就工作就行了,我把我的精力花在更重要,更值得,更需要帮助的一些事情上面,对吧,对,嗯,对,那,嗯, 嗯,我觉得在这种,这种mismatch的情况下,其实最常见的一种,嗯,一个问题也好,就是说,嗯,关于升职,关于该如何升职,那国内的同学往往有一种常见的一种,嗯,感觉就是我的升职,我的加薪是一种奖励,就是说只要我埋头苦干,只要我把我现在做东西都做好,老板就会看到,就会给我升职加薪,对吧,那他会给我一个奖励, 那其实这个是,是,是,是不对的,因为,呃,升职是一个职业的一个level up,它不是一种奖励,它需要的是你展示你拥有下一个级别的能力,需要的是你能够完成下一个级别的这种技术要求也好,还是跨团队的沟通也好,或者说这种你的,你的汇报线都对你印象非常深刻也好,它是有明确要求的,所以说,就跟,就跟比如说, 一个大学的入学考试需要,呃,大学的考试需要你会微积分,假如说,你不是说你把平面几何做的再好,你就能进入大学的,并不是这个,这个是没有关系,它,它那个要求,它的升职明确要求是客观存在在那里的,对, 所以不是埋头苦干就会带来升职加薪,这个是两个回事,那真正第一步就是要明确的跟你老板聊,我希望升职,对吧,我希望涨工资 这件事情在很多国内同学来看来是一个非常奇怪,难以想象的要求,就感觉好像多要学钱,或者要升职是一个不好的事情一样,是一个功利的事情一样,但是在这边看完全不是,这个是你对自己,呃,职业规划有明确计划的一种表现,是一件非常值得鼓励的事情,老板会非常开心的看到,你对自己是有要求的, 你自己是希望是,呃,往上一级别进发的,所以你去跟老板聊,说我希望未来两到三年,从一个普通工程师变成一个资深工程师,对吧,我该如何做,然后跟老板一块,讨论并建立一个明确的计划,然后把这个计划分解成若干额action plan一步一步的执行,并且定期的去找他要反馈,那这个是老板非常非常希望看到一个状态,而不是仅仅埋头苦干,对吧,那这个是一个, 是一个需要你跟老板反复沟通,一块建立的一个共识,对,对,你能展开多一点讲,这刚才我听到好像一句说是升职是一种职业的一种前进,而不仅仅是一种奖励,这个,这个能讲的多一点吗,因为我感觉这个应该也是很多听众啊,很多这个junior的员工在这里困惑的一点,我觉得应该是, 是的,那你可以理解他职业就是一个阶梯,对吧,比如说大家在Google会有工程师三四五六七,对吧,那很多人觉得我只要努力工作,我就能自然而然的升到三四五六七,对吧,那这个是不是这样子的,你可以理解为,每一个阶梯他都有明确的,在这个级别上,你应该能做成的事情, 比如说一个刚入职的工程师,他可能能做成的事情是说,给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系统里的一个feature,你能把它实现好,那你就可以是一个合格的entry level的工程师,对吧,那对于一个资深的工程师, 你可能是不再是一个完成一个feature了,而是一个大的project,那你才能够qualify,满足一个资深工程师的要求,那同时因为你要做一个大的项目,所以你也需要有一些能力,跟其他的组进行跨团队的沟通也好, 还有对你的项目进行管理,跟可能很多人一块管理,把它拆翻成小的milestone,一步步完成,并且不断的测试,也好,对吧,这个都是要求你掌握的一个能力, 所以说你为了升职,除了你的工作,就是你的工作本身除了完成日常任务之外,你的工作的另外一个目的,其实展示你的能力, 工作不仅是完成任务,也是为了展示能力,你要在工作中展示,你已经拥有了下一个级别的这样一种能力,对吧, 所以你要去主动的去选择你的你要完成的项目,而且要去选择更适合你去晋升的一种项目,对吧,这个是一个更明确更好的一个状态, 那项目你只有在主动选择的过程中,你才会找到更适合自己的一种项目, 如果你不主动选择的话,很多时候就别人一直给你派,其实派的都是entry level的项目,对吧, 那你永远都没有办法展示你拥有做一个senior工程师的项目的一种能力,那你几乎就永远不会被提拔, 所以说一定要主动的去跟老板沟通,告诉他我想升职,然后他才会知道说,OK, 我需要找一些更合适,更合适你的项目,能够展示你能力的项目,帮助你一步步的到达那里, 了解,对,这个应该对很多听众很有帮助,对。 是这样子的,是这样子的,对。 那与之而来的就是,另外一个事情就是one one,很多同学不知道one one要聊什么, 就觉得这个东西好像不重要,就是,而且因为自己不去主动去掌握要聊什么, 感觉老板好像非常忙,one one也就问问我项目进度,就过了,对吧, 感觉好像一周两周,one one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任意的一个三十分钟,一下就过去了, 但是其实对你的工作而言,特别是如果你有明确的职业规划, 你想晋升,你想这个也好,one one是你一周中最重要的时间之一, 因为它是你跟你老板确保双方明确,就是彼此知道彼此在干什么, 那在one one这个里面可以聊东西其实非常的多, 你应该主动的去掌握你这块时间,并且合理的规划好, 那比如说,你可以去花一些时间去讲你的项目有多难,真正的难点是什么, 那其实你老板可能并不知道,对吧,他只知道这个项目在进行, 可能并不知道你这东西,其实你做的东西有多难,做的有多好,对吧, 你可以去跟他聊,你最近项目的这个priority, 那问他需不需要一些调整,让他知道不同的项目之间需要怎么样来coordinate, 对吧,你也可以跟他分享你对于职业的感悟,希望他多给你一些建议, 或者你也可以分享你对于组里的现在一些项目的一些看法,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更好地去帮助组里其他的人,对吧, 或者说你也可以去问老板,他最近在头疼什么, 来让问他你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帮助老板,对吧, 让他觉得OK,我是在乎你的,我想帮助你, 因为有组里因为有我而使得你的生活更加轻松了,对吧, 那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老板看起来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他会觉得有了你之后,对吧,你的东西我都知道, 然后你的项目进展很顺利,并且因为你的存在整个团队变得更好, 那他一定会希望,会非常喜欢这样的同学在团队中, 对,对,万一万万这是个非常深奥的一个话题, 反正我之前也是读了很多好几本书, 就是讲这个东西,实时到底, 因为的确这个每个人进入职场的这个第一个弯弯那种感觉, 其实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读博的时候, 跟PHD导师的弯弯弯的这种形式, 其实就跟现在的职业当中是非常不一样的, 然后可能我就得花,当我真正踏入职场的时候, 我就得花很长一段时间来把我的mindset给转变一下, 然后现在可能就是入职了几年之后,慢慢开始转变好了, 但是我觉得可以有更多提升的空间了, 然后这其实跟你刚才说的点很多很都很像, 就是要沟通很多职业项目, 然后manage up这些方面的话题都可以聊。 是的,manage up是一个非常好的词, 这个是中文叫向上管理, 对,但这个是很多国内的同学是没有想过这个词的, 就觉得我只要努力工作就可以, 但是其实这个是远远不够的, 那manage up是一个很好的关键词, 对吧,你对着这个关键词去搜索, 你可以去找到很多书也好, 还是文章也好, 可以帮助你可能可以打开一个新的大门, 然后让你提升自己在这个职场上面, 对,对, 是,那最后的话, 我看今天我们的话题差不多快聊完了, 但最后感觉可以, 刚才我们在录制之前, 陈然你也聊到了关于上一期, 我们聊到关于标准化招聘, Lead Code方面的这个话题, 是的, 对, 你有什么想要补充啊, 或者说就是来接着探讨, 简单探讨一下的呢, 是的, 那上一个嘉宾聊的挺有意思的, 我也推荐每个同学都去看一看, 里面聊到了就是很多大公司的招聘, 都会喜欢用Lead Code, 对吧, 然后嘉宾就会觉得Lead Code的其实不是一个特别好的招聘的一种方式, 首先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 其实在我们2B过程中, 我们会跟我们的后员说, 我们没有Lead Code Style Question, 因为我们也不喜欢, 我们会用更多Hands On的Project来去衡量, 但是实际上我们今天能够这么做, 是因为我们是一个非常小的公司, 我们会非常信任我们每一个面试官, 他们可能问题不一样, 他们也有类似的评判候选人的一种标准, 对, 但是如果有一天2B变成了要开始要去招100个人, 1000个人, 那这个时候标准化的题目可能是一个不得不动的, 做的选择, 因为当你要开始招这么多人的时候, 你很难确保每个面试官, 对于不同的问题, 能有类似的评判效果, 那一旦不同的面试官对开始有自己认为合理的题, 然后每个面试官录取人的标准都不一样的时候, 对公司而言是个非常混乱的状态, 其实这个是很不好的, 那公司一定会开始去寻找标准化的一种, 面试题对吧, 那这种题慢慢可能就变成LeadCodeStyle question, 对吧, 所以有些时候scalability是一个最难解决的问题, 当一个东西从小scale都大了之后, 你不得去做一个选择, 那LeadCodeStyle question可能就是当scalability变大了之后, 你不得不去做的一个选择, 就像这就是所有标准化考试都会存在的原因之一, 不管是高考还是美国的GRE, 托福亚斯, 对吧, 我们都不得不去做一个非常标准化的考试, 来让广大考生, 广大被面试的人, 能够有一个统一的被衡量的标准, 是的是的, 对啊, 这也是在上一次上一期节目里面聊到, 就是说自从Google啊, 这种被衡的大公司开始普及, 然后慢慢遍及到全部公司的嘛, 他也不会说从一个小startup发明, 这也不太make sense, 是小startup你说的嘛, 2B啊, 或者说上一期那个嘉明的小startup, 是不需要招一千个人的暂时, 所以说这个问题只会出现在大公司里面, 对, 是的, 这个对, 这个探讨这个环节不错, 我感觉之后可以考虑每一个来的嘉宾, 我都可以问他们对于之前任何一期节目, 他们有什么看法, 然后可以聊一个小点, 这样子可以跟之前的节目进行一个这种互动还挺好的, 互动, 挺好的, 那对于结束前, 你还有什么最后想说的吗? 对, 我在知乎上也有一个账号, 就叫做陈然, 耳东陈自然的然, 欢迎大家去在上面关注我, 好的, 谢谢陈然今天来这里跟大家分享, 这个中美公司之间的沟通差异,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行, 好, 谢谢李丁, 再见, 在下期节目里, 我和Google Research的杜若飞, 聊了关于元宇宙的衍生话题, 比如, 在当前各大厂商硬件上有何区别, 苹果的M1, M2的芯片将如何帮助他们的XR设备, 高通当前的XR2芯片还有何短板, 在目前数字人, Digital Human很火的境遇下面, 我们有哪些挑战, 这当中既有技术层面的, 也有道德伦理层面的, Meta Facebook是当前世面上看起来all in元宇宙的公司之一, 甚至为此把公司名字都改了, 这种技术的先行者, 会转化成为市场最终的成功者吗? 我和若非也讨论到了游戏厂商, 比如任天堂, True Switch, 和互联网厂商, 比如Meta, Apple, 他们对于游戏的态度不同, 一方偏游戏性, 而另一方偏技术革新, 这期的话题很广, 感兴趣的听众可以订阅并开启通知, 第一时间得到提示, 如果想要有后续讨论的话, 也欢迎留言。 在过去的50多期节目里, 有很多嘉宾都给出了他们公司或者学校的招聘信息, 像是招Fulltime, Intern, 学生等等, 最近我也整理上线了李丁求职清单, 收集了嘉宾提到的一些职位, 包括在中国, 美国的公司, 大学里的各种职位, 希望能帮到各位听众, 如果你有兴趣来上节目, 分享你的个人经历, 欢迎联系我, 联系方式在下方收note。 我最近也开放了少数闲聊oneonone的时段, 各位听众, 如果有任何想私下聊天的, 欢迎book一个时段。 李丁聊天室播客节目在各大视频平台和播客平台皆有发布, 包括YouTube, Bilibili, Apple Podcast, 小宇宙, Overcast等等, 欢迎点赞评论, 分享, 订阅, 官网李丁哲宇.com还有更多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